接着带你来看到光复乡代表会乡镇总质询一程 今天来到了第三天 乡代表郑万镇、郑金堡以及林淑青三人 针对泰巴朗部落中央大牌整治全民保险理赔案件数 以及为人诟病的乡公所员工服务态度不佳等问题高度关注 逐一上台质询 正在质询台乡代表郑万镇质询 包括林田干线旁接龄地纠纷 乡公所的全民团保理赔要件宣导不足 另外对于社团协会活动补助金贝的提高 郑万镇也争取向代表补助比照办理 很多军美报活动都会找我们代表 代表赞助一下 那现在我们发明线 听说有三个乡镇 他都给我们代表有活动费 我大概之前有询问过的做法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就是乡镇的就是有受决的 也许受决的不给代表 那这但是我们针对这个团体的补助 还是个抱怀的带来让我们的额度 国会相待会江镇总质询议程中 针对了阿鲁龙部落聚会所预定地路面重谱改善 以及泰巴朗部落中央大牌整治计划 向代表郑金宝提出质询 台水部的议算数 那目前 现在我们在那里面回来 1500万就是中央排 中央排水大牌中央大牌 就是大概1500万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送出去的计划 放进去在4月10号左右 已经送到先政府 反而转发会 乡代表林淑青 除了接续质询建议阿鲁龙部落聚会所周边道路拓宽 另外饱受乡民批评的乡公所员工服务态度冷漠不佳 林淑青质询关注 蓝多的乡民在反映 就是说进到公所 党学 公所的人工都非常温厚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乡党说明一下 我们适合好 那你要知道 他自己后面有在检讨 因为我有参加公文主管讲说 对乡民来必要很可气 面对乡民代表关注乡镇业务工作的执行 以及建设计划的规划推动 提出质询甚至也给予诸多建议 乡长林清水表示 除了检讨改善 各项建议也将纳入计划考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这些地方还能干净 跟进不该 但是这个地方还能够 就不能那边